的确在新竹市这边有人酝酿要来罢免高宏安 不过因为他上任还没有满两年 所以这个事情还在运作当中 不过与此同时 当然也有高宏安的支持者跳出来力挺 其中有一个人他就用高宏安的名字 来开了一间饮料店叫做安安三号店 而这家店的业者张嘉伦现在也被翻出 也是一名建商 而且当过不动产仲介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而至于在公测会的部分 他也担任委员的工作 而在之前其实也有人在起底 其实在相关标案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月饼厂的审信负责人 同样也是公测会的委员 因此遭到绿营议员质疑 公测会会不会又变成了新竹市政府 拿来酬庸的侧义 来到新竹市长高宏安钢铁粉丝所开的果汁店 这杯巴勒梅旧市高市长的弊店骨汁 高宏安的口味店员可都清清楚楚 毕竟老板张嘉伦可是狂热粉丝 就连店名都是借用高宏安的名字 却叫安安三号店 他不但亲自来过 还在店门口留了签名留下合照 老板张嘉伦名字恶熟 原来就是四天前喊罢免议员的这位网友 不满议员刘重显 执疑高宏安 张嘉伦在留言区呛瞎罢免 被写底原来也是建商 担任美嘉伦建设负责人 过去当过不动产 仲介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还是公测会委员 全部的尽力靠一场竹签节都能串起 这场活动少了在地特产米粉工会 但不动产仲介商业同业工会 又参加张嘉伦刚开幕的安安三号店 也有摊位 原来公测会就是执行单位 那他作为这个执行的单位的委员 然后又让自己的这个摊位 也就是安安三号店这家饮料店 来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竹签特产 当中摆摊 这显然就是有一个利益回避 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去注意 高宏安市长很习惯 让身边的人来去利用这个资源 不止张嘉伦前一天被媒体起底的 月饼菜购案得标厂商负责人 也是高宏安亲自任命的公测会委员 原本应该要协助这个新竹产业 发展的公测会 现在居然都变成高宏安的仇佣 来当作自己的侧义 张嘉伦让自己开的这个安安三号店 来市府活动摆摊 然后另外一位公测会委员 又直接涉入市府的采购招标案 新竹镇商人既往抽丝 剥剪真相 朱建福西野智 曹天焦国夫 蔡一宝报道 拜托 建福西野智 华务 d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